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味药的小方子 一生一降,一通一补 调唱我们全身的气机 让我们全身的气机通畅 一身轻松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经常觉得肚子里很胀 有时候又胀又疼 还经常反酸,打嗝 还容易放屁 感觉肚子里有好多气 排都排不完 解大便的时候也觉得很不顺 要费很大的劲 还总是昏昏沉沉的 不清醒 胃口也不好 有口气 舌头有齿痕 舌苔也比较厚 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因为 我们的脾胃气机不顺了 中医认为脾气一生 胃气一降 这两个脏腑一生一降 就像一个天平 保持升降的平衡 才可以让气机运行顺畅 这样不只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保持健康 也是为了减少全身因为气机不通而产生的疾病 今天沈医生就教你一个顺气的小方子 从脾胃入手 一味生脾气 一味降胃气 泡水喝就可以来调畅我们的气机 这两味药分别是白猪和莱夫子 白猪这味药主要是对脾 可以补气健脾 造实沥水 首先脾气本来就有生发的特性 所以把脾气补起来 脾气就更有能力往上升 把我们食物里的精微物质都带到我们的身体上部 我们就不会昏昏沉沉四肢乏力了 然后通过造实沥水的作用 适应脾 洗 灶 物 湿的特性 不只可以去除我们身上的湿气 还能为脾气的生发提供有力的条件 然后是莱夫子这味药 这味药主要是对胃的 它可以消食除胀 降气化痰 把我们的胃气降下去 自然就不会肚子胀疼 大便费力了 而且可以帮助消化我们胃里的食疾 对于脾胃功能失调 水湿不能正常运行 而产生的弹湿 也可以取到造湿化痰的作用 这两味药 一个补脾气气 一个合胃降气 一补一通 让我们的脾胃气肌可以保持一个升降平衡的状态 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 也可以减少其他疾病的产生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味药都偏向温燥 所以殷虚体内有热的人就不适合了 如果对自己的情况不能准确判断 就请在正规医生的辩证指导下使用 自己不要随意用药 请考虚体内容 请考虚体内容